欢迎谢满庭方公益协会 21号上午在中华国小举行的综合物资的捐赠活动 提供低收入户2000份的爱心物资 满庭方公益协会理事长林国栋表示 期盼有更多人可以投入社会关怀行列 形成善美循环 满庭方公益协会理事长林国栋指出 协会办理爱心物资捐赠活动 今年迈入第16年 感谢各单位多年来的亲自到场协助关心 满庭方公益协会 一直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微弱势尽一份心力 并期盼有更多人 让社会充满爱的正能量 我们今年经过旅监市同意 准备了150万的经费 要购买2000多份的物资 给需要的家庭 那我们今年花放的单位 跟去年一样 花林市 吉安相公所 秀林相公所 还有新城相公所 总共的数量大概在1900多份 那还有一些低收入家庭 我们有另外通知 感谢满庭方这么多人来 今年第16年我们办这个活动 要感谢满庭方所有的赞助会员 以及我们的企业界好朋友 也感谢我们中华国小校长提供场地 身为花林县满庭方公益协会的成员之一 吉安相长尤淑珍 也感谢理事长与每一位满庭方的公益伙伴 在许多爱心人士鼎力相助之下 长期投入社会公益 将爱与关怀触及到社会各个角落 身为满庭方公益协会的一份子为荣 当然也要代表我们的乡亲 感谢我们理事长跟所有理监事 跟我们的会员长期献出的爱心 今年是第16年的八棒 尤其在吉安相我们的弱势家户 561份的物资 善尽了我们分送跟关怀到位 在年节前也要祝福 所有我们被需要帮助的每一个家人们 都能够健康平安 在这里满庭方长期给我们 除了在物资上的益助以外 也面对了我们的所有的伤脏补助 也溢于很多的关怀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小爱化为大爱 让大家用小点来成为一个点线面 救助社会关怀大众 所以在这里谢谢满庭方 也谢谢所有捐助爱心的每一个人 理事长林国东也指出将近最大的努力 持续以协会及每一个关怀相亲的团体 共同携手照顾弱势 让每一份资源都能够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记者林杰花铃市财宝博大